各位早上好 欢迎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先看到在当地的时间 11月16号的上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发表题为同心协力共赢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的书面演讲 也欢迎各国的工商界朋友们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新平就提到了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 而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 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 而不是对立对抗 以零为贺 小院高强 而亚太地区经济体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不同 在亚太地区推进合作不能要求整齐划一 只能走求同存异的路子 而他也强调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 唯有合作才能发展 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 搞脱钩锻炼对谁都没有好处 而他也提到了中方坚持敞开大门 搞建设坚定的不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一步的扩大市场准入 中国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的决心 不会变 一视同仁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的政策也不会变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印尼总统佐科等人 共同拍摄大合照 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拍摄集体合影 今年APAC主题是 为各方创造具韧性且永续的未来 聚焦互联创新与包容 早前有与会代表就表示 希望各方能够坚持开放合作 推动建设和平稳定 包容开放的亚太地区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做出亚太贡献 在当地的时间 11月16号的上午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 也会见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中国和墨西哥两国有一历经风雨 历久迷奸 去年我们隆重庆祝 中国建交50周年 今年又迎来了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 我高度重视 中国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 更续半个世纪的传统友谊 引领两国关系 再赏新台阶 在国家发展 人文交流合作 密切多边协作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习近平当天在美国旧金山又会见了秘鲁总统伯鲁埃尔特 新形势下发展好中立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和双方人民共同愿望 对维护亚太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支持密鲁举办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愿同立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取得新成果 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和长远发展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沟通 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做强经贸 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 培育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合作新增长级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 波鲁阿尔特表示 弊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也会见了斐济总理兰布卡 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岛国 几天前我们迎来了中区建交48周年纪念日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区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促进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繁荣 中方把斐济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好朋友 好伙伴 始终支持斐济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理 支持斐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支持斐济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也提到了 这些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中国奉行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没有变 而中国人民对于斐济人民的友好情谊也没有变 而就在新形势下 习近平愿同蓝布卡一道 继续的推动中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中日两国政府继续协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最早于美国旧金山时间16号 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 在旧金山举行会谈 报道也提到如果说会谈实现的话 岸田可能会要求中方取消对于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 另外当地时间15号的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 在加州斐洛里庄园举行会晤 南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 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也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 包括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当地时间上午11点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车 抵达旧金山以南的斐洛里庄园 中美元首会晤在这里正式登场 这也是去年11月巴黎岛会晤后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再次面对面的会晤 两位元首在宅邸门前握手之意 各自介绍陪同官员 之后双方举行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在发言中首先阐述了对发展中美关系的主张 强调中美关系要放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 而冲突和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大国竞争也解决不了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人类进步展现担当 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习近平强调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既是从五十年中美关系历程中提炼出的经验 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 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团问题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 我坚信的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陈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方向性问题 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新的共识 从巴黎岛到旧金山 习近平也提出新的五点主张 第一 树立正确认知 希望两国做伙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第二 有效管控分歧 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 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 第三 推行互利合作 充分拥好各领域对话机制 开展禁毒 司法执法 人工智能 科技等领域合作 第四 承担大国责任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向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第五 促进人文交流 增加两国直航航班 促进旅游合作 习近平还阐述了 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他强调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习近平并指出 美方在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等方面 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 希望美方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采取行动 取消单边制裁 这次会晤期间 双方也达成系列共识 包括两个元首都认可 双方团队自巴厘岛会晤以来 讨论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 所做的努力 强调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保持沟通 防止冲突 恪守联合国宪章 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 两个元首也同意 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开展禁毒合作 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同意明年早些时候进一步大幅增加航班 扩大教育 留学生 青年 文化 体育和工商界交流等 两个元首并欢迎两个气候特使 近期开展的积极讨论 包括2020年代国内减排行动 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 迪拜大会成功 启动中美21世纪20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以加快具体的气候行动 中美元首这次在环境优美的 斐洛里庄园举行会议 而且持续了几个小时 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双方之间的竞争和分歧仍然存在 但这次会晤也向世界 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也就是两个大国有能力 负责任地管控双方的关系 并征求合作 这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凤凰卫视 你巧闻周明亮王磊 加州斐洛里庄园报道 习近平当地时间15号的晚间 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并发表演讲 习近平表示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期待两国人民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当地时间15号傍晚 参加晚宴的各界人士陆续抵达 他们包括苹果公司CEO库克 特斯拉CEO马斯克等美国商界领袖 也有飞虎队老兵莫耶 爱尔瓦州居民兰蒂 等中美友好人士和习近平的老朋友 习近平在晚宴发表演讲 回顾自己在38年前第一次访问美国 就来到旧金山 至今还保存着在金门大桥的流影 而旧金山也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 百年交往的历史 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到 美国飞虎队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 提到乒乓外交打破两国兼兵 也说到自己访美时 同美国民众建立起的友谊 期待两国人民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 住在埃瓦州的德沃切克夫妇家 我还记得门牌号是 邦尼街2911号 这是我同美国民众首次面对面接触 也是一段我和美国人民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 对我来说 他们就是美国 我今天同拜登总统达成重要共识 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 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 我们期待着两国人民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习近平随后也谈及中美关系 指世界的未来需要中美合作 两国要展现大国格局 拿出大国担当 他也重申 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 就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国从不读美国书 从不干涉美国内政 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乐见一个自信开放 发展繁荣的美国 同样 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应该欢迎一个和平 稳定 繁荣的中国 习近平还在发言中宣布 中方未来五年 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 并愿继续同美国 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习近平在发言最后 也介绍了中国的发展 指中国已经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致力于全面发展 永续发展 和平发展 无论今后发展到哪一步 我们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强加于人 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从任何国家打冷战 热战 中国将坚持对话 而不对抗 接办 而不结盟 继续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民间交流逐步回暖 飞虎对老兵刚刚访问了中国 近期费城交响乐团 也正在中国进行访华巡演 而这次习近平在美国期间 不仅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晤 也通过出席晚宴的方式 来加强同美国商界和民间的交流 在两国关系回稳之际 也释放出促进民间交往 民间友好的积极信号 凤凰卫视 巧闻周明亮王磊 九金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在亚太静和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讲话 他重申 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 也强调 中美关系稳定对全球 都有好处 美国商务部16号的公开文件写设计 美国商务部16号的公开文件写设计 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从贸易制裁实体清单当中移除 有媒体报道 此举意在换取中方在打击阿片类药物分泰尼方面的合作 根据美国商务部16号发布在联邦公报网站上的文件 拜登政府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从贸易制裁实体清单中移除 路透社报道指 此举是为了换取与中方加强合作 打击合成阿片类药物分泰尼流入美国 2020年华盛顿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纳入实体清单 限制机构从美国供应商进口物资 而在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 美国总统拜登试图寻求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更多合作 拜登政府此前将打击芬太尼列为优先议程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2016年到2021年 全美设芬太尼的过量用药死亡率翻了三倍 中美双方本周同意成立禁毒工作小组 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并未解释工作小组具体职能 但其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此前曾表示 美国还曾希望中国利用其与伊朗的沟通渠道 传达应该避免中东战火扩大的讯息 凤凰卫视陈飞飞张兆雨纽约报道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全球瞩目 那么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横行的一个情况之下 中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台湾政治评论员唐湘龙说 中美元首这次的会晤是一次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校正 这次的习拜会是要对于中美关系做一个很大的 而且未来很长远的校正 就是之前的中美关系的过去几年 尤其2015 2015年的习近平主席也到美国做了一次的博士访问 既然是博士访问的成绩更正是 那个时候的总统是欧巴马 那个时候的副总统是拜登 其实这八年的时间中美关系走得非常的不平顺 而且是在走在一个越来越分歧的道路上面 但是这一次的习拜会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习拜会 是因为它是一个路线校正的习拜会 是一个结构调整的习拜会 是希望把路线跟结构调整到一个 即使不能够回到2015年以前 可是最少是一个逆向工程 是一个把过去八年开始走走岔路 越走越岔 同时越来越缺乏互信的中美关系 能够调整到一个可运作的状态 那以这次习拜会结束之后 比如说拜登 拜登运向就在美国 他没有像上次一样 上次去年的习拜会 一结束之后 拜登就很开心的蹦蹦跳跳就回家了 这一次他就在他自己家里面 可是拜登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他结束了之后 他亲自开记者会 两国领导人见面 没有共同的新闻稿 没有联合声明 可是拜登亲自开记者会 表示他对这次的习拜会 从他个人主观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这次的习拜会是符合他期待 中美的企业界都有很高的期待 这和美国在不久之前 第一次也组织了一个相对盛大的代表团 参与了中方的进口博览会 这件事情第一次参加进口博览会 美方也做足了姿态 好那这些呢 都是从今年六月份呢 布林肯到了北京之后 然后之后呢 叶伦来 里芒德来 然后呢之后呢 Kerry来 陆陆续续呢 恢复的双边的非政治层面的交流 对于这些企业界来讲 他们会感受到的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那一只看得见的政治之手 就是呢 非经济因素的干扰 未来可能会降低 那那只呢 就是说呢 主要主导呢 经济跟商业的看不见的时候 他会恢复他的活力 当只要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 企业界的活力就会慢慢的回来 所以中美之间的商业活动的资本的交流 我认为呢 未来呢 会慢慢的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 不要先期待太高 但是他最少呢 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呢 反转的讯号 过去有一个美国的学者曾经讲过 中美之间是史上的最大的合资企业 不要讲中国 不要讲美国 他创造一个名词呢 叫做中美国 叫做呢 Chamerica 那这种的中美国最大的合资企业 曾经呢 一段时间认为 这个合资企业要拆火了 但是看起来 这个合资企业有机会继续走下去 美国各界对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 普遍给予了积极评价 前白宫高级官员就指出 此次会晤可能是中美元首 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会晤 因此保持沟通渠道 避免紧张关系升级至关重要 前白宫高级官员Chair De表示 虽然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并非是重塑中美关系 但是有效防止了双边关系从竞争也变为冲突 另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维德宁称 展望未来一年 此次会晤可能是中美元首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会晤 因此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避免紧张关系升级至关重要 这次会晤成功能是最后一次会晤成功能 专家认为目前的国际热点议题 包括巴以冲突 俄乌战争还有朝核问题 都会继续给中美关系带来压力 中美之间摩擦的驱动因素没有消失 虽然一次会晤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竞争的基本形态 但是这次对话让双方的基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旧金山报道 而针对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的会晤 俄罗斯外交部16号表示 俄方正在密切的关注 并且将分析这次会晤的结果 而对于当下的俄美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两国关系极度的恶化 有随时破裂的危险 而责任方在于美方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1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 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峰会期间的会晤 李亚布科夫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无疑是重要的 只要在俄方的视野范围内 俄方就会尽力仔细追踪该事件 并将尝试分析中美元首接触的实际计划 包括就一些更广泛的 不仅仅是美中双边问题开展工作 而莫斯科也打算从进一步处理 全球问题的角度分析其结果 李亚布科夫还评估 美国和中国正处于对话和关系的困难阶段 美方有很多抱怨 但这些抱怨并无根据 中美两国在讨论地区话题的方式上 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和要求 一些牵强的 企图限制各个领域的正常工作 包括在经济领域和高科技领域 此外 俄罗斯外交部还于当天在官网上 发表有关俄美关系的声明 声明中指出 当下的俄美关系极度脆弱 有随时破裂的危险 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的选择 两国间危机的根源 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基本世界观 以及美国的专家们 无法正确判断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进程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补充到 美国各界人士 想要在俄罗斯实现政权更迭 和煽动俄罗斯的内部动乱 并因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国见 欢迎加入我们再看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号对于山西旅粮食办公楼火灾 做出了重要指示 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深入排查重点行业领域 风险隐患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 山西旅粮市永聚煤矿一半公楼 发生火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教训十分深刻 要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 善后安抚工作 尽快查明原因 严肃追究责任 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深刻吸取这次火灾事故的教训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强化底线思维 针对冬季火灾事故 一发多发等情况 举一反三 深入排查重点行业领域 风险隐患 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 压实各方责任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次山西旅粮市离石区 这一家煤炭企业的连建楼 16号的早上6点40分左右 发生了火警 而目前已经造成 至少有26人遇难 38人住院治疗 更多消息来看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 孙伟健 从火灾现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身后的这条道 地势是越来越高 而且刚才我们是 陆陆续续的会发现 很多的大卡车从上面下来 当然是空车的一个状态 那可以推断 上面应该就是 这个区域的矿区所在地了 而透过航道书的缝隙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 就是发生火灾的 永聚煤夜的园区 在园区当中 我们看到有矿山 然后有厂房 还有各种各样的办公楼 那根据公开的信息 这家公司 它的主营业务 就包括煤炭的开采 席选还有销售 在我身后 这个高台之上的这栋建筑 就是这一次发生火灾的连建楼 它是用来给员工提供 各种各样生活服务的 这样的一栋楼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的这个部分 它是外立面 是蓝色的玻璃幕墙 其火点呢就位于这一片区域的二层的职工的浴室 那当时正处于交接班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这次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的原因之一 现在晚上12点多钟 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车辆来来往往 应该是在现场进行一些清理和调查的工作 远远的看过去还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二层的玻璃还有木墙已经是完全的脱落了 那可以想象当时的火苗应该是透过玻璃直冲向上 所以三楼一直到楼顶的位置是留下了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被熏黑或者是烧黑的痕迹 目前的事故原因还正在调查当中 但是我们在媒体的报道当中是发现在三周之前的10月27号 这家企业曾对包括连建楼在内的相关的点位 进行过火灾隐患的排查 但是不幸还是发生了 那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6人遇难 38人正在履粮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住院的治疗 那其中包括三名危重伤员 四名重伤员和31名普通伤员 那目前这家公司的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而在16号的晚间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的所有的矿山企业 已经是停业整顿 那并且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火灾隐患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宋伟健徐一轩 在山西吕粮的火灾现场发挥的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台湾2024大选 蓝白阵营达成合作共识之后 台湾媒体最新的一份民调就显示 无论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如果对决民进党的赖销配都将会赢得四到五个百分点 而侯科配的优势更大 台湾蓝白阵营达成共识 以全民调决定正负参选人后 东森新闻公布最新民调 如果以侯科配对决赖销配 侯科组合将赢约5.4个百分点 反观如果是科侯配对决赖销配赢的幅度仅4.5个百分点 侯科配赢面更大 另外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显示 支持政党轮替者有42.9%增加4.4个百分点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与民众党大选参选人科文哲 在蓝白河之后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侯友宜又反驳赖销德称蓝白河是政治分赃的说法 柯文哲也反向蓝清德是双标的代表 蓝白河民调18号才揭晓 但蓝白河座已见苗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还会关注以哈之战最新消息 以哈冲突还在持续当中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6号表示 以军已经完全占领加沙城的西部 而这也意味着行动将会进入下一阶段 加兰特称 在加沙地带最大医院西法医院的军事行动 仍在继续 以军此轮在西法医院的行动 已经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 而就在领域方面 以军又在加沙南部连夜空投了船单 要求东侧的军民向西来撤离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以军已完全占领加沙城西部地区 行动进入下一阶段 加兰特视察乙军移处指挥中心时还说 乙军在西法医院内发现了重要资料 乙军仍在以精准 有选择和非常坚决的方式推进军事行动 以色列空军司令巴尔也表示 乙军打击了数千名恐怖分子 乙军16号连续第二天在西法医院内进行搜查 包括院内的重要地下设施 乙军15号宣称 当天的行动在医院内发现 哈马斯的作战指挥中心和军事装备等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对此予以否认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也发表声明 指责乙军对西法医院的军事行动 以导致院内人员死亡 哈马斯领袖哈姆丹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驳斥以色列关于哈马斯利用加沙的医院 开展行动的说法 称这纯属是谎言 并谴责美国对乙军行动的支持也是愚蠢的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5号表示 美国对自己的情报评估充满信心 确定哈马斯将西法医院作为指挥中心 另外乙军在西法医院附近一栋建筑中 找到一名上约被劫持人至韦斯的尸体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 并已通知其家人 乙军16号发布据称是其散兵旅 在加沙北部与哈马斯交战的视频 乙军表示 所有画面均在本月8号拍摄 乙军称散兵旅在行动期间 引导地面坦克配合空中力量 合力打击了哈马斯恐怖分子 另一方面 乙军在15号晚开始 在加沙地带南部 连夜空头散发传单 要求居住汉尤尼斯东侧四个城镇的居民 立即撤离西侧地区 以免在乙军行动中被误伤 有逃离到南部的加沙民众 对前景表示忧虑 而据天空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 引述以色列总理发言人表示 在消灭加沙北部的哈马斯武装后 乙军将把作战行动转移到加沙南部 另外巴勒斯坦通讯供应商表示 由于缺乏燃料 加沙地带的网络和电话服务已经瘫痪 并很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芬兰宣布将于18号 关闭四个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过境点 以遏制中东和非洲难民涌入寻求庇护 芬兰宾 Finland is closing its eastern border with Russia Toda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completely close the Vaalimaa, Nuujamaa, Imatra and Niirala crossing points on the land border between Finland and Russia as of 18th November 2023 No crossing of any kind will be allowed at these locations 芬兰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地区 一共有九个过境点 其中四个将会关闭的过境点 全部都位于芬兰的东南部 也是芬俄两国最繁忙的过境地区 芬兰方面就表示 这个星期每天都有大量的民众 经过俄罗斯入境芬兰寻求庇护 相比起秋季初期 平均一天不足一人入境 人数有大幅上升的趋势 芬方就相信 俄方不满芬兰与美国加强房屋合作 因而故意允许 没有持证明文件的人士 前往边境地区 以及进入边境站 到芬兰寻求庇护 另外本周才出任 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梅伦 就任之后第一次的出访 就选择了乌克兰 并且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而外界早前就推测 以色列或许是卡梅伦的第一站 而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 与英国新人外交大臣卡梅伦 举行了会晤 双方就军事金融 还有制裁支持 乌克兰出口问题都进行了商讨 不过呢 英国政界仍然对卡梅伦的 非民选身份感到担忧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 近日到访乌克兰 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卡梅伦此行 外界感到惊讶 原本推测 以色列怎会是他的出访首选 在基辅期间 卡梅伦重申英国政府 一贯力挺乌克兰的立场 会向乌克兰前线继续提供武器 塔梅伦还提到自己与老同学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之间 的确存在一些分歧 但约翰逊对乌克兰的支持 是他执政时期 做的最出色的事情 英国政府表示 截至今年十月份 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资金方面 仅次于美国 提供了价值46亿英镑的援助 并在英国领土上 训练了近三万名乌克兰士兵 泽连斯基对卡梅伦上任首访 选择乌克兰表示感谢 在他看来 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正在转向中东巴以局势 他也希望俄乌冲突 能够再次得到大家的关注 在当地时间16号 卡梅伦还去了黑海港口城市 敖德萨 作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第一位前往敖德萨的 英政府高官 他批评俄罗斯早前 退出黑海粮食倡议 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 由于乌克兰正在 努力建设新的黑海出口走廊 目前已有91艘船 出口了近330万吨 农产品和其他货物 英国政界对于卡梅伦 以贵族身份而非民选的身份 重返内阁 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 党对党以及部分保守党议员 认为他作为外交大臣 出访各国 却不能在下议院 接受同僚的审议和质询 会导致英国的外交政策 偏离既定轨道 凤凰卫视徐良里摩克 伦敦报道 我们看到卡梅伦出任 英国外相之后 首访选择了乌克兰 竟然不是以色列 这当中有什么考量点吗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邀请 时事评论员郑昊先生 来为大家做电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央子相依 两位早 您如何来分析 卡梅伦这次的首访 是选择到了乌克兰 而且您认为此举 释放出了英方的外交方面 哪些信号呢 这条新闻看上去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价值 因为很多的西方人 都会到基辅 去进行一个突然的访问 但是因为这次访问的主角 是凯梅伦 而且他是在担任 英国首相之后 不到四天 就突然的出现在基辅 因此他也释放了 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特别是英国 他的对外政策 表明的就是在 凯梅伦的领导之下 那么他的外交的导向 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是进行了630多天了 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俄乌战争 它一直是沿着三个主线来发展的 一个是战场上的战况 另外就是外交 第三个当然就是这场战争 对欧洲对世界带来的影响 包括经济的影响 各方面的影响 在战况方面 我们看到所谓的乌克兰的大反攻之后 已经出现了一种焦灼的一种情况 俄乌双方的这种交战 没有多大的一个进展 处在一个消耗战的一个时期 而西方国家因为乌军大反攻 带来的战果并不是非常的显著 因此在美国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出现了一些怀疑的这些一些看法 并且认为花大量的资金 去援助乌克兰 恐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一些消极的一些看法 现在正在美国在欧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 出现了 那么这个对乌克兰来讲 当然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消息 他们打得很艰苦 他们也需要得到美国英国德国的支援 但是因为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快两年了 所以他们确实担心西方国家 一旦不再提供军上的援助的话 那么这场仗基本上 要靠乌克兰自己打的话 是很难打下去的 所以凯美伦这次到基辅 突然这个访问 他的一个外交的指向 就是说明西方国家 特别是欧洲的主要的国家 也是这个北约的主要的国家 还会坚定的支持基辅 这一点没有改变 就像凯美伦所说 我今天到这里 不仅是要向你们表达 道义上的外交上的支持 但是更重要的 还是军事上的一个支持 2023年 2024年 以至于你们想要多少 军事上的支援 我们都会给予 那么这样的话 就表明英国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的国家 仍然会坚定的支持 乌克兰来打这场战争 那么这些话 看上去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 但确实凯美伦 凯美伦也不是一般的政客 他曾经当过英国的首相 他对这个外交上的处理 和其他的一些前首相 包括这个外长都有不同 因此呢 他的这些想法 代表了英国政府 未来在对待欧洲 特别是对待欧战争 恐怕呢 还是一个主攻的一个方向 没有去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的情况 确实也很复杂 而且呢 以色列是备受 国际社会的这个指责 所以呢 在这时候出现基辅 而不是出现在这个耶路撒冷 当然他表明就是英国 所谓欧洲的一个老牌的 一个大国 北约的一个主要的国家 仍然会坚定地支持这个乌克兰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是对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反击 因为呢 梅德维杰夫同一天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发文 他说啊 这个美国西方国家啊 其实呢 都已经开始动摇了 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用行动 那么凯弗林用自己的行动 来回应了 这个莫斯科的一些揣测 也就是说呢 这场仗 西方国家还要支持 乌克兰打下去 而困难的是 或者是受难的是 乌克兰的民主 两位 明白 谢谢正好先生的电评 与分析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连续五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这持债规模更加创了 14年来的新低点 而另外一方面 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就显示 全球国家债务在第三季末 升到了记录新高 美国财政部周四发布的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 9月份海外持有美国公债的规模 打破了之前三个月增长的势头 并降至5月以来最低水平 持债量最多的日本 减持了285亿美元的美国公债 中国持美债的规模 也进一步降至7781亿美元 为2009年以来最低 是连续第六个月减持 尽管海外经济体减持美国公债 但纽约联储银行官员指 即使市场波动 但美债具有流动性和安全性 对海外投资者而言 仍然有吸引力 另外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第三季末 全球国家债务总额 达到307万4千亿美元 创有记录以来最高 季内新增债务之中 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 日本及法国等发达国家 而新兴国家之中 中国 巴西及墨西哥的 债务升幅较明显 协会更指出 按照过去五年 累计增加25%的速度计算 全球债务在今年年底 预料会突破310万亿美元水平 而明年全球 有超过50个国家 举行政治选举 民粹主义现象泛滥 债务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内地治疗 关心病 脑梗死的中程药 通心落胶囊的研究 近期登上了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美国医学会杂志 现在有业内人士就说 这项研究也是心血管领域 巡政医学的重要成果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的学术仪 周四在北京 参与研究项目的多位专家学者 公布了这项研究的更多细节 研究结果显示 经过对内地124家医院 发病24小时内的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3797例 开展随机 双盲 多中心安慰剂对照临床实验 结果显示 通心落显著降低30天内 包括心源性死亡 再次心肌梗死等 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风险 36% 降低心源性死亡风险 30% 研究一年时 通心落持续降低 不良心脑血管事件 发生风险36% 降低心源性死亡风险27% 复防中药进入 西方主流医学杂志 在既往换源论主导下 是非常难的 但是不管中药西药 最终 应当是疗效是金标准 所以过去巡政 是中西都认可的 对临床疗效的 评价的一种金标准 他拿出来的证据 是世界公认的 所以我们中药 理论创新 祖方创新 再到新药 如果能拿到 世界公认的 巡政医学的证据 这就会得到 过季的公认 研究参与者 美国德州大学 西南医学中心 艾瑞克·皮特森教授表示 JAMA是全球出版量 最大的五个医学期刊之一 能在JAMA发表 代表着某项研究成果 在同一领域 排名前1% 研究过程 经历随机 对照双盲 多中心临床试验 设计过程严谨 结果正是通信落 安全有效 谈及这次相关论文 收录进国际医学 顶刊的长远意义 中国工程员院士 张伯里认为 这是心血管领域 巡政医学的重要成果 将为中医药临床 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同时也会对 中医药的临床评价 巡政研究 起到重要作用 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和临床价值 随着时代的进步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来揭示中药的作用 揭示它的作用的机理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有必要的 接着我们可以 更有效地使用 更合理地使用 这些中程药 解决一些疑难病的治疗 我想它的意义就在这 就是为现代疾病的治疗 提供了巡政的证 让我们更加合理地使用 也让大家看到了 中医的古老的理论 中医传统的复方中药 是能够治疗重大疾病 凤凰卫视级音火 刘家浩 北京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举手定我们各节新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